走 这里的生煎馒头 味道不错的吧 二位给个面子 把家伙都收起来 现在可以了吧 我来是要说清楚 最近租界出了不少事 二位都看见了 今天趁着二位都在 我要把租界的规矩 再续道续道 不知道二位 有没有耐心的听我说一遍啊 竹谭谭的面子当然给了 那好 杀人放火扰乱治安 让我抓着一定严惩 第二 以后二位到租界里来 再紧急的事 最好先跟我打个招呼 要不然 巡捕房的子弹 也是不认人的 明白了 好 那好 方先生你呢 我知道了 以后到租界里来 最好别带着家伙 这样万一走个火什么的 对大家都不好 晓天先生 您今天来租界 就是为了来吃生煎馒头吗 吃完生煎 我要到德华银行办件事 你们两个一会儿跟着 小泉先生 按照租界的新规矩 您到租界里来活动 应该由我们的人保护你 你们两个保护好小泉先生 谢谢 你们吃 您好 您好 抱歉 让您久等了 没关系 我是这家银行的业务经理 我姓路 有什么事情 可以为您效劳的 我想咨询一下 办理一个保险商的程序 非常简单 只要您提供自身证明 然后再付一年的租金 我们马上就可以为您办理 那如果是 自己的身份证明没有带 用别人的身份证明可以吗 这恐怕不行啊 我们银行客户的资料 那么说 你们保险商的主人 都是用自己身份证开的 是的 陆经理 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您请说 我捡到了一把保险商的钥匙 是你们银行的 能帮我查一下施主的身份吗 这恐怕不行啊 我们银行客户的资料 是绝对保密的 不能随便外泄 要不我看这样 您把钥匙给我 我替您转交到施主的手上 我是想通过自己来找到施主 即使为了弹一笔酬金 如果你帮了我的忙 我也不会亏待您 抱歉 我实在是不能这样做 那要不这样 把我的地址告诉施主 愿不愿意找我 用施主自己来决定 好吧 那好 那我能不能把钥匙上的号码记一下 兰儿 你看 这儿的空气多好啊 来 坐下 医生说了 再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兰儿 想不想回家 还是要等完全康复 不能着急 喂 是德华银行啊 您好 这里是德华银行 我在你们银行 租了一个保险箱 可是最近 我的钥匙一试了 我担心有人 会冒取我的东西 好 先生 这个你放心好了 我们这里的保险箱 如果没有本人的授权 是不能打开的 谢谢啊 秦先生 您好 所夫人您好 请进来吧 秦先生 秦先生坐吧 嗯 我去给您泡杯茶 嫂夫人不用忙了 我坐坐就走 请坐 好 秦先生 您是国华的至交 我可不能怠慢您哪 事已至此 爱往嫂夫人节哀 多多保重 哎 国华兄遭死横祸 我却还在助纣为虐 愧虑她的在天之灵啊 秦先生 千万别这么说 国华的脾气 我是了解的 如果她的死 能够让您有所感悟 她也会含笑九泉的 是 嫂夫人放心 我不会让国华兄失望的 我今天来 是想打听一件事情 您说 是关于 我托付给国华兄的一把钥匙 这件事情我原本不知情 国华出事的那天 方涛先生和慕容家的小姐登门 讲起这件事 还是他们告诉我要是藏在了什么地方 没想到 被日本人抢先了一步 二位有事啊 秦先生 小群先生请您去喝酒聊天 请我喝酒 秦先生 这壶好酒为了等你 我已经热了好多遍了 你是姗姗来迟啊 对不起啊 小群先生 我今天出去办了点事情 回来得有点晚 秦先生是去玉国华家了吧 是啊 我去看看她的夫人 可我怎么觉得 秦先生去玉国华家 好像另有目的啊 小群先生有什么话 不直说吧 这把钥匙 秦先生不会不认识吧 在德华银行开的保险箱钥匙 这把钥匙怎么会在你手里呢 我也想问问 这把钥匙 为什么会在玉国华家 保险箱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小群先生 我自从回到上海以后 屡屡遭到军统的威胁 甚至还被蒙面人抄家 所以有些贵重的东西 放在家里我不会 不放心 至于钥匙 为什么要放在玉国华那儿 这你也清楚 我跟玉国华是至交 一旦我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我的家人 生活也好有个招路啊 好 屡屡遭到军统的骚扰 那就是我小泉保卫不得力 你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了 很抱歉小泉先生 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好 那我也有我的职责 你当着我的面 把保险箱打开 我验这一眼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 就可以了 这不太合适吧 你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我看一眼就看一眼 我们之间的怀疑和不信任 就一笔勾销 走 小泉先生 我们两国是盟邦 这样对待盟友的官员 在外交上是很无理的行为 你应该是清楚的吧 但是现在是战争期间 很多事情必须特殊对待 可对这样无理的要求 我拒绝接受 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没有 如果你非要看的话 有办法只有一个 这样 让我去向汪先生请辞 等我是一届平民了 听你平民处置 还有 那把钥匙 我希望你能完毕归照 这不可能 这是石井军拿生命换来的 我没有亲眼看见箱子里的东西之前 绝对不可能还给你 我们对你个人的财务不感兴趣 你记住 如果在我看到东西之前 你还有你家里的人 如果碰这个箱子 我就按你便捷处置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都急死了 我没事啊 保重呢 他家里有事今天回去了 你到哪儿去了 怎么浑身的酒气啊 俊华 倒杯茶 小泉 请我去喝酒 其实就是问钥匙的事情 那你怎么回答他 我一口咬定那里边都是金银细软 他相信吗 他哪能相信 非得逼着我 当面把那个保险箱给打开 我死活咬住了没松口 可我这样顶不了多久呢 小泉她不会放过我的 小泉 小泉她会不会到银行 想办法把保险箱打开 我想她现在还做不到 要不然的话 她也不会 好 好 好 快快快 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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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口水 喝口水 没事没事 有点穿不上来劲 我们现在真是命悬一线啊 实在不行 我们就去德华银行 把娇娇取出来毁掉 给她来个死无对证 可是 可是那样 军统又会杀上门呢 温脸 明天 我去求求汪夫人 让她出面把钥匙要回来 温脸 你千万不要做傻事 我和女儿 以后还得靠你 好吧 好吧 我现在也真想跟你们姆妮俩 过一段平平安安的日子 王夫人 你放心吧 我跟小泉那个上司啊 打了个电话 他们怎么说 什么时候把钥匙给我们 看你急的 人家说了 为了这钥匙啊 英机关可是死了人的 总得照顾点他们的情绪吧 过一阵子大家把气都消了 我再让他们把钥匙给你送去 王夫人 文莲追随汪先生出生入死的 到头来被移为便捷分子 实在是夜不能寐呀 文莲 王夫人 王夫人怎么跟你说的 据说 日本人为了那把钥匙 都死了人了 王夫人反要我们谅解他们 托辞而已 求人不如求急啊 要不 我去银行 换保险箱 换钥匙 不行 现在小泉虽然不知道 保险箱里放的是什么 但他肯定早有安排 我们现在去银行 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那你要快拿主意啊 文莲 我们要去银行 但是不能碰那个保险箱 不碰保险箱 那我们去银行干什么 把小泉手上的那把钥匙 给废了 废了 废了 齐先生 秦太太 你们好 我有事情要找你们经理 这边请 进来 这是我们的主管经理 赫尔卓先生 这两位是 秦先生 秦太太 请坐 我们有一份财产 寄存在贵银行 可是日前 我们保管的那把钥匙 不是遗失了 听说有人捡到了 是 是啊 有一个日本人捡到 好像是讨要报酬的 现在的世道很乱啊 所以 我们想为自己的财产 加一份保证 这封信里面的内容 只有我跟我的太太知道 如果我们两个人遭遇不测的话 那么财产的继承人 必须要手持一封信 而且信里的内容 要和这封信里的内容完全一致 才可以打开保险轨 秦先生 我一定按照银行规定 妥善保存这封信 这样就太好了 好 你 你认识我吗 我当然认识 到底想干什么 还是那个老问题 这把钥匙的主人是谁 我真的不能说 说了我的饭碗就会丢掉的 饭碗没有了 总比没有一条腿好吧 你 你 你还想干什么 这回可以说了吧 这是秦和立方的 秦和立方 请问连的夫人 这里边装的什么东西 我真的不知道 还想要拿保险箱 就一定要知道 密击的内容 对 是 是 我真的想要拿保险箱 一定要知道 秦和立方的内容 你也想要拿保险箱 我真的想要拿保险箱 那米罕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 我 我真的不知道 秦文莲在他银行的保险箱上 又加了一把锁 太狡猾了 小钱先生 我们是否可以考虑 把秦文莲抓起来拷问一番呢 能这么做我们早就这么做了 第一 秦文莲女儿被绑架的时候 她都不肯交出交卷 说明这件事情在她心里边 态度是很坚定的 只要不满足她的要求 她是无论如何不会就范的 第二 第二 投书即期 是一直在困扰着我的问题 如果把秦文莲抓起来 一旦审不出什么结果 在这个时候 迫害新政府的要员 这个罪名我可担待不起 反过来军部还要拿我试问呢 难道我们要等着方涛弄来真的特赦手艺吗 我必须人赃据获 什么人发现的 一大早有个传家来报案 说江上飘这个死尸 验过伤了 验了 死者的两条腿都被打断了 死了有多久啊 这个人最多死的只有两天 你怎么知道 我见过他 你见过他 在哪儿 在德华银行 他是那里的业务经理 德华银行 就是小泉去过的那个银行 就是他接待的小泉 朱探长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 朱探长请讲 你昨天是去了德华银行 是 我告诉过你 而且你还派了两个人跟踪着我 你去那儿干什么 我到德华银行去存钱 我快退休了 存点钱养老啊 昨天接待过你的陆经理 今天一大早被发现飘在江里 我想这件事情 你有需要解释的地方吧 我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这件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希望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朱探长 你应该知道我们鹰警官是干什么的 如果我杀了人 会给你留下尸体吗 您这话确实有道理 不过事情有点太巧了 世界上巧合的事情有很多 你能明白这点我会高兴 等等 朱探长 我有一件事情想问问你 什么事 江洪的事情你们怎么打算 是吗 御法官被害 现在朱介的法官 没有一个人敢接这个案子的 难道朱介要把江洪养起来吗 现在朱介里的老百姓学生 都在为你联名请愿 坚决不和日本人合作 要求朱介当局释放你 在街头我路过也签了名字了 谢谢你 张大夫 其实我们都知道你是抗日的 我们该感谢你才对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福祉 向左转 向左转 快走 日本人的电针车 不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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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上也要加你的人 从后面跑了 追 日本人的电针车来得也太快了 我们小组的电台被日本人破坏了 日本人很可能掌握了我们的频率 冯老板活着的时候都是用三组和重庆联系的 那就是说我们只要跟重庆联系 日本人就可以监控是吧 这得通知重庆啊 干什么 你拿着吧 这样会更安全一点 大佐 大佐 出什么事 是 电针车截获了方涛给重庆的电位 念 前次我小组在绑架梅府平行动中 遭受日军由计划的呼吸 组长冯若泰 组员小伟牺牲 组员方涛向飞燕身还 方身份暴露转入地下行动 现怀疑组织内部出现叛图 调查中 怎么截获的 是在冯先生提供的频率上截获的 用的也是冯先生提供的密码 我们差一点就抓住发报的人了 小组先生 我敢肯定这是方涛干的 方涛怎么会有你的联络频率和密码 方涛她没有我的联络频率和密码 我明白了 这一定是向飞燕告诉她的 向飞燕 她怎么会有你的联络频率和密码 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我 小组先生 我并非故意隐瞒 而是一时舒服 对了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向飞燕找到方涛 然后再 方涛已经跟重庆联系上了 我们暂时可以不用杀她 不杀方涛 不杀方涛后患不求 方涛和重庆的联系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而且我们最终的目的 要知道重庆是怎么安排秦文莲的事 还有一天 重庆到底什么时候能送来 真的特赦手艺 重庆现在不会轻易相信方涛 因为我们小组全军父母的原因 还没有查到 另外 方涛有了电台 很快就会跟延安方面联络 重庆方面急需秦文莲手上的交转 来安定民心 我相信他们不会坚持太久了 秦文莲和方涛都是我手上的诱饵 能引来的鱼越多越大越好 倒是冯先生你 好好地想一想你还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 重庆让我们杀掉梅府平 就我们两个杀掉梅府平 他们没有提特赦手艺的事情吗 没有 重庆不放心把特赦手艺交给我们 让我们干掉梅府平 是想让我们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次行动就咱们两个人活下来 重庆怀疑咱们也是正常的 就凭我们两个人杀掉梅府平 我觉得不太可能 那也得执行命令 咱们晚上去看看 嗯 这一带都是花园洋房 我们可以在他家门口动手啊 嗯 这工资可真快活啊 我也想快活快活 就这几个人我们可以对付的 这边上是日本军营 就算咱们在这儿杀了梅府平 咱俩也跑不了 这连狙击点都没有 咱们再想办法吧 horns 应该就是这样的 什么就是这样的 我跟施瑾在抢那把钥匙的时候 我隐约记的钥匙上有一个标记 但我一直想不起来 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标记 这个标记我好像也见过 你在哪儿见过 我好像在我父亲银行的本票上 见过这个标记 那你马上回家问一下你父亲 这是哪家银行 等我查之后要马上回来告诉你 不用 明天吧 我一会儿还有事 什么事啊 没事 你赶紧去吧 好 好 来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去哪里 好 你愿意娶我吗 与慕容无暇小姐为妻吗 从此后 不管健康还是疾病 安宁还是战乱 都始终不离不弃 相敬相邦 一辈子厮守终生 我愿意 如果你也认为 这是真的话 你就亲自给我戴上 我愿意娶我 就这吧 来 你过这边来 你帮我看看耳环 没抚平了 好 你过去 蝇恢复 这里可以吗 距离有点远 我的枪的射程可能达不到 可是周围再也没有合适的地方 其实那两栋楼的楼顶 很好 可是就是他们在翻修屋顶 现在是雨季啊 他们怎么会翻修楼顶呢 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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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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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点栏目 你怎么进来的 你不是习惯把钥匙放在门框上面吗 我来是想告诉你 那个汇标查到了 是德华银行的 我有事先走了 我有事先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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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